講這個就是講一下 因為你遲些就移民到澳洲 之前我們公司做的其中一個項目 就是澳洲的整個教育界的第一次嘗試 因為說由德國佬一百多年前發明 現在這套教育制度 什麼幼兒園 小學中學大學這套東西 就是這一百多年沒什麼變過 就說認識其中一間中學就開始做第一次了 就說打破了義務教育 由一年級到十二年級那個 就是由我們小學到高中畢業 就打破了義務教育的制度 從此之後就沒有了義務教育 你進入了具體的名字 我不記得了 在一個地方叫林肥 然後很簡單的一個邏輯就是說 比如以前那套 因為德國佬那套教育制度 是適合培養一班工廠工人 這個就是它的邏輯 百多年前工業革命就是需要工廠工人 那裡整套玩法 一個課室幾十個人一起教育 那就是培養工廠工人的方法 只不過你走了培養其他東西 然後他就說現在這個社會 你看看一些什麼新的 比如中國沒有很多什麼摩拜 什麼滴滴啊 這些那些 這些新型的公司是不需要工廠工人的嘛 而且一樣都可以創造很多社會價值 然後他就說不如這樣吧 反正以後你教學就因應你的水平 來分級 如果你的水平很高 就可能很快就讀完了 比如以前十二年 可能你很高水平七年讀完十二年 就不如的了 然後越來越差一些 那你就可能頭三年都不停在那裡留級 就是當你是差的那個是不是 因為你要慢慢摘起你的水平 就是所謂的水平 就是不如跟人溝通的能力呀 presentation的能力呀 去run一個project的能力呀 這種能力 就是找一些社會需要的能力出來 來考核你 接著可能頭三年你都是留在一年級的 但是第四年開始 啊 混蛋你開銷了 其實這些很多時候發生在 包括我本人 我讀大學的時候 都是很多時候 都是去到某個點才慢慢開銷 接著之後就 就以前的問題都不是問題的 那可能第四年開始就砰一聲 一年讀兩級 砰砰砰砰砰砰 很快就追上 反正到最後來說呢 我說不用十二年 可能十年就搞定了 他就想做這個常識 為什麼說這個東西呢 我忘記了了 你不是說民主制度那樣的 你不是說民主制度 我們說社會制度這件事 政治制度 它是應該因應不同的受眾 而去作出一個彈性的調整 那你就以一個教育的例子 去做一個現身說法 是啊 其實剛才說的學校 或者整個新南威爾市的教育局來說 它的 vision 它的大方向就說 這個社會其實不需要工人 而是需要這些 有個人組織能力 有表達能力 有創造能力 這些人 那我們就培養這些人才 所以它把所有的書盤都扔掉了 沒有數學課 沒有英文課 沒有這些什麼 那種以前應該有的課 而就是 不如說 你們這幫人 四、五個人 搞一個項目 就整個適合那些什麼 老年人跑步 老年人跑不了 他跑步 要多一些運動 或者你做一盤生意出來 抽低可樂可樂 抽低百事可樂 就是我亂想了 總之就是給一個project給你做 憑自己的能力 去做好你這個項目 你說起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是叉開的討論 這個是副本 不是遊戲主線 你剛才說這種情況的話 我覺得 就算你現在在中國的話 你其實都可以做一個 找到一個你覺得不適合的例子 就是反面教材 就是我們的藝術生 或者叫做特長生 你可能不知道 以前 我們有一位同學 戴眼鏡 四、兩、分、波 好、凱、凱、凱 其實她不是主角 她的女兒 她的女兒後來做了我的同座 她後來她的女兒做了我的同座位 你走了之後 她就坐在我旁邊了 一直都 經常在拿她的球 很煩 她的文化科水平 是很差的 什麼語素英 什麼中學 她不喜歡下中學 什麼語素英 歷史這些都是很差的 但是這個女人 她後來 進了中國最高的音樂電腦學院 中國音樂大學 後來她在社會上的發展 其實我相信肯定會發展得好過我 所以你到最後你會發現 她後來她那時候跟我說 我就說 我說鋼琴是不是有10個級 她說是 鋼琴是有10個級別的 但是她說鋼琴的10級裡面 她又分一個熱餘10級和專業10級 然後她跟我說 其實她初中已經考完專業10級了 其實她到初中的時候 她的演奏水平已經是去到 第一樓的水平 不是頂級 你從可以分級的水平來講的話 她已經去到最高的級別了 雖然她從初二或者初一開始 就等到04年高考 可以進入中國音樂學院了 就是她從初二到高三 都沒有什麼進步 都在射中的 其實你剛才說新南威爾士州 她那種教育方法 其實她在藝術類的培養上 其實她本身就已經是這樣的了 大家一起等到18歲高考了 所以包括運動員都是這樣的 其實很多運動員好像我的教練那樣 教練跟我講其實她16歲之後就沒有進步過 她說她很慘 因為她受了傷 其實她就等到18歲了可以讀大學了 她走了去讀大學了 因為她就是專門的特長這些人 但是其實絕大多數人都好像平凡於我那樣 其實我不知道我現在找到我的特長了嗎 我不知道你自己找到你的特長了嗎 當然我們找到我們的專業是什麼呢 但是我們其實未必有這麼幸運 可以找到我們的特長 因為我們的天賦 可能不會在我們小時候就會顯現出來 但是你認出的特長呢 只是說每一萬個人都沒有人比你的那種 就是我整個基因結構裡面 最容易訓練到 然後最容易實現突破的特長 就好像我們明朝的皇帝 明朝倒數第二的皇帝天啟 其實他最大的特長是做木工的嘛 那不宋最後的皇帝 其實他的特長是藝術家 藝術家來的嘛 但是這個可能不是特長的專業來的 這個不是特長的 不是 他的專業是做皇帝 因為他受訓的時間最長的是做皇帝 但是其實他畫畫 做藝術家這件事其實他花的時間更加少 我相信他們已經在歷史上足以流明的 不是那麼容易被你找到的 所以你剛才講的那種方法 可能是比較適合精英階層的 因為你有錢可以讓你做藝術家去試 你好像我家那些工人階級 如果你有書就不錯了 你還贏三贏四 你還想說他特長嗎 但是反而反過來 這樣才是公平競爭 比如你一個什麼工人階層 或者什麼階層都可以 農民階層都可以 假設你有一個個人的天賦在某方面 或者沒有一個個人天賦 就是自己說你在綜合能力方面 是高過那些有錢人的 是吧 那你就有機會早過去就完成學業了 幫你家裡省點錢 總之